回来吧 叔叔好 嗯 锅里热着水呢 饭菜也有 常试甜事帮着做的 哎 娘子小心 秋哥本来叹着头 听到他声音赶紧折服 不再动了 叔叔 是秋哥 他跟我们一起回来的 娘 你回来了 小兔崽子 有能耐别让你师父去找 死在外面才好了 嘿嘿 我爹也回来了 娘 我们去村口等爹爹吧 你爹又不是不认得回家的路 甜事嘴上说着 人已经撤上马小麦 往坡下去了 走几步后想起来 又回过头 大声谢过简宁 简宁跟四小枝 说了秋哥的事 着重说了他不会伤害人 并且能够飞行 啊 太好了 他在哪儿啊 娘 你快让秋哥出来 今天夫子说了 百善孝为先 娘说养我们就养着 儿子听娘的 还有爹的 可是蛇会咬人 我说原来就被蛇咬过 娘不会让他咬到任何人 他要敢咬人 娘宰了他 折服在草丛里的秋哥听了 蛇被一凉 他发誓 他从未咬过人 也不会主动去咬人 未表心计 他主动游了上来 昂起头不停地点着 像是在求收留 先看看 别急 这孩子 防范意识还挺强 没事 秋哥性子好像挺温馨 放心吧 你们瞧 阿满都不怕 娘 阿满真能跟秋哥说话吗 嗯 能 为什么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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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呀